台股到底是要担心刚刚起跌 还是贵买已经灌破年限了 有短线止跌的机会 我们今天的录影时间 大概下午4点50分的时候 这台纸期的夜盘 今天一度的开高 然后往下灌了100点了 台纸期释出了一个隐忧 美国期货盘其实今天开盘 跌幅并不重 所以到底市场在担心什么 台股警报何时解除 援金有可能是谁 何时驾到 见风我们请你上台来 在看到台股现在警报何时解除之前 我先问你一件事情 因为美超围财报难产 最快这个礼拜要从NASDAQ下市了 股价就不用讲了 今年6月号100块钱 跌到了这一波最低17.25块钱 会不会下市 下市对于台股的影响有多大 好 在最近来讲 当然其实它在11月16号 大概就今天 它要缴出一个财报的情况 那看来目前应该是缴不出来 但是有传出 它要提交计划书 改善计划书 它只要能够提出这个改善计划书 那NASDAQ会让它延期 这个财报的一个公告 所以最近来讲的话 在之前它提上礼拜 它传出这个消息之后 其实它当天是上涨的 然后它盘后还涨了16% 所以有可能 有可能它准备提交这个计划书的部分 那当然它这次下市的原因 当然众说纷纭 第一个当然是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 它本身关系人交易非常的复杂 因为都是自己人嘛 交易来交易去 借来借去的 然后这样都不清楚嘛 所以它关系人交易非常的复杂 那再第二个当然是 有人传出它踩到美国商务部的一个红线 它可能有偷偷出货给中国的一个厂商 对它可能有出货给中国厂商 所以会计师才不敢签 对所以会计师可能看到了 所以他不敢签 因为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嘛 美国会计师很严格 它只要签了 万一它出事情 会计师是要连带赔偿的 所以它可能看到了 它不敢签嘛 因为它签下去代表说 它要负起这个责任 那万一之后美国商务部 因为现在都在要求他们缴出客户的名单嘛 如果真的是这样 这事情麻烦的也很严重 对对于美超委来讲就会很严重 对因为它毕竟 它踩到了一个美国商务部的红线 不过它毕竟还是自己人 它是美国的一个公司 好我们紧盯着美超委 如果这个下市对于台股的影响 那台股有自己目录前的隐忧 你觉得接下来指跌讯号要看哪些 好接下来讲的话 我认为台股三位指跌没有错 但是不远的 不远的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在这礼拜三 其实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起过月结算 大家现在最怕的就是外资空单 对 外资空单毕竟现在有四万多口 在上礼拜还有到五万多口 但是现在最近其实有慢慢回补 按照以前经验来说 外资空单这么多对不对 然后前面我们是不是也跌大段 这一波其实跌了一千三百点 它已经跌大段了 通常来说今天礼拜一了 礼拜三就要结算 通常来说到真的 如果说礼拜二再稍微震荡 礼拜三其实就不太会跌了 它可能就维持在这边去做一个 顺势回补的动作 我觉得比较特别留意是说 它新开仓部位 对最重要其实是新开仓 因为这个月它已经赚起来了 根本这个月它结在哪都没差了 所以重点是它新开仓部位 才是代表说它接下来的一个方向 那如果说现在接下来的开仓部位 可能三万多口而已 我觉得大家就不用太过紧张 在短线上至少它的一个卖压 也高于段落 对这个部分可以去做留意 所以我认为礼拜三外资空单 那顺势回补的话 这个很整个 你可以先卖呀 可能就稍微去做一些舒缓 好同样一天 回答要公布财报 对 回答再来 礼拜三盘后要公布财报嘛 原则上啦 我认为没有意外的利空 它反而可以带动一个转折 因为现在其实很惨是谁 美国四大指数最惨是谁 肺半 三大指数都刚回月线而已 但是肺半已经跌着稀里花 已经全部都有破线的一个情况 那肺半还没有止跌 台股没办法止跌 因为台股跟肺半的一个联动性是最强的 好你说没有意外的利空就可以有转折 如果它没有达到高标 没有比市场预期的还要令人惊艳 这个是不是利空 我觉得还好它只要先符合市场预期就OK 就可以了 对 当然它如果说没有超出市场太多 当然股价它本身不会涨 它本身不会涨没关系 其他会涨 好 对 因为回答其实说实在话 这一波也是创高啊 所以它没涨没关系 但是其他就有机会涨 好 就礼拜三的重点 对 礼拜三 大盘的技术 然后再以我以技术面来看 其实价格指数今天已经回到季线嘛 季线来到了一个22528点 但是大家还可以观察 周也有一个景线 他有那边有做出一个W型 它的景线是在22545点 11月1号当天 对 你看这两个 其实都很接近 对 其实很近 其实所以价格指数来到这位阶上来讲的话 如果说以这个技术面来讲 它是遇到一个强烈的支撑地带 这是我认为在最近有机会止跌的第一个点 第二点是贵买指数 贵买指数在十日线 它目前与十日线负乖率率已经来到3%以上 月线我记得已经将近6%了 通常如果说指数离十日线的乖率率来到3% 往上走就要超过了 往下走就要超跌 我们来看一下贵买 贵买不要烦的是上次股材是8月6号 这是8月6号 没错 就打了一个角之后 这一段22% 但你就不知道有没有像上次一样 那么幸运在年线就打住了 你看这一段来讲话 为什么它会涨那么快 你看它乖率多大 十日线是在这一条嘛 对 你看它跌到这里乖率多大 这大概有5% 对 那你看现在十日线在这一条嘛 对 你说现在 现在这里是3% 目前是3% 对 所以它乖率越大 它当然弹得越快 这是技术面一个修正乖率的一个情况 那因为指数它离十日线乖率 太大的时间不会太久 通常都不会太久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 那一段如果涨那么快 因为它乖率够大 因为它急跌的比较深 但这一段这样跌下来 也目前来到3% 也是有个短线超跌讯号 所以呢 它随时都会去修正 跟十日线的覆乖率 所以我刚才前面就讲到 我认为短线上有机会止跌 但是你说它会不会 就一口就像这样子 当然要观察 因为我不喜欢夸大 我认为你接下来要看的是说 它跌到这样对不对 它会反弹 它会反弹 现在未来上涨都先视为反弹 那反弹之后呢 它能不能站上月线再说 好 这是贵买指数 好 接下来怎么看待整体的盘式 如果整体来讲话 当然这几个条件 就是我认为 最近有机会止跌的一些讯号 但是当然 如果说真的要看止跌讯号 你就要等什么 等加全指数日线 它不破低点 或者说它有个下雨线 这才是一个初步的止跌讯号 大家一定要记得 没有看到这个讯号 不要进场 等盘日直稳再扩大操作 那目前还是建议 大家以控制风险为主 对 这是目前操作的一个方式 好 怎么趁现在震荡之际 或者是可能还有下跌的风险 来找股票 好 里面来讲话 谁能够成为下一波主流 就是要看有没有指标股 就是我所谓的母鸡 有没有母鸡在带很重要 如果连母鸡都没有 你要这个族群怎么攻击 不可能 所以我们要先找出 之前热门族群当中的母鸡 对 之前热门族群 而且是有未来性的母鸡 它最近可能是大盘期跌的稀里花 但是它最近有创高 它当然就是母鸡 为什么第一个找散热族群 散热族群 因为在散热 整个族群来讲 刚刚讲到 GP200等等都要开始顺利的 应该说开始放量出货 那放量出货 谁会收的 第一个就是散热 因为谁能一能跟着出货 你看双红自己 老板都自己讲了 明年营收倍增 敢讲出这种话 算是 他一定有看到一定的单 他才敢讲这种话 所以说 我认为散热族群在随着 AI伺服器开始放量出货的情况下 他们营收到今年底 到明年来讲 其实都不看淡 好 所以母鸡先看建策 好 母鸡就是建策 为什么 因为它有创高 就那么简单 你看他们 看他们10月营收 月整律都那么漂亮 建策26% 奇红28% 双红16% 高利21% 其实他们都搅出 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 那我们先来看建策的现行 建策监收1405块钱 他最近这两个今天有跌 但是你看他在上礼拜是有创高的 你看台股是从前两个礼拜就开始跌了 就往下追 但是他还有去做个创高的动作 那我先问建策 如果想要卡建策的人 时间到了吗 我认为到了 很简单嘛 因为他来到季线了 对不对 你看经验器打下去 马上就有收脚 对不对 那当然最保险的操作方式是 他在这边收脚 我会先把它单过止跌 但他转强了 他要过这个黑K棒的高点 代表说真的多方想攻击了 那时候我们再去跟着去做进场就好 好所以建策想要卡他的人 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卖了 对就用今天低点当天顺点就好 好就是简单 母鸡现在巩固到了大家的信心 小鸡我要挑喔 都是高价股 三档挑一档 股性比较活泼一点的 你会挑谁 目前来讲话 应该说政府比较大会在高利 因为他位阶最低 他位阶最低 不是说他因为他股价便宜的关系 也是因为他技术现行的位阶最低 因为西红和双喉最近都有站回月线过 但是高利还最精 应该说昨天上礼拜我才站回 这个第二只角色是已经打稳了 你看跌成这样 对不对 目前来讲说实在话还不算稳 还不算稳 他必须今天是回撤OK 我认为OK 因为最近盘不好 我认为创高回撤OK 但是他需要就再一根红黑棒站上去 他只要再站上这个绿色是月线 只要再站回去月线 应该就要攻击了 是 对所以我刚才讲说 并不是说因为他300多块股价便宜 我才选他 是因为他的股价其实是位阶最低的 双喉 77红双喉都有站回月线过 他位线大概高利的这里 他们大概都站回到这里 但是你看高利是刚要开始 对但是一样先耐先等待 等他再站回月线 我们再去跟着进场 这种获胜的几率会更大 好OK 所以第一个族群散热 首先母鸡看建策 等着要进场的人 最近可以开始考虑了 但是如果觉得建策好贵 回头来看到小鸡的话 高利因为他的位阶最低 所以可以开始等了 不是叫你明天冲进去买 可以开始观察了 好第一个散热族群 第二个族群是谁 好第二个族群 我就把他调鸡壳 其实鸡壳跟散热算是GATE 因为GP200要出货 他要的就饥渴 要三个也要饥渴 没饥渴怎么出货 那为什么母鸡是成名店 也很简单 因为他创高 对我现在讲的就是 一定要有人先创高 你没有人带头创高 谁敢谁会动 对不对 一个族群面一定 会有人先带头创高 那我们按照这样的逻辑 来看一下成名店的K 今天说147块钱 如果正在等着要卡位成名店的 现在可以开始行动 等一样就是等这条线 对那但你看嘛 他上礼拜才创高 对 有没有他上礼拜创高 但是当然盘他也弱 所以他创高的时候 开始回撤嘛 引发了一些获利了解 但是没关系 他越靠近这里 支撑性就会越强 支撑性就会强 你就等这里再买 那既然成名店他敢创高 当然其他饥渴股股来讲 都有机会跟上一波 来小鸡有谁可以看 小鸡来讲话就是 秦城 振发跟伟训 挑一档你会建议谁 其实今天最小的是伟训 他今天攻上了涨停 按摩宜10月营收是衰退的 对他10月营收衰退 但是他目前传出来 他认证过了水冷一冷三的 对他今天涨停就是因为这样 他认证过了 所以他想象空间就比较大 来看一下哦 伟训今天说72.7 对72.7 你看他今天 礼拜五就涨一根 今天又涨一根涨停 他站上所有均线 当然啊 于短天上来之后 他有点过热 对不对有点过热 你不一定要马上追 但是这种个股原则上 拉回这个均线 应该都是布局的机会 但是拉回是这样说 因为今天爆了一个超级大量 所以今天爆了超级大量 你当然是 万一他爆一根更大量是黑鸡 那就刮了 对就大家这样判断就好 他如果爆大量黑鸡 比这个量还多就是刮了 但是如果说他是量缩拉回 这个就要留意 他有机会再攻低而破 了解 对那如果说你要找营收好 就震发 震发10月营收 他是年征的33% 其实以饥渴股股表现算不错 他价格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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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看他股价整理很久 如果导播时间把 再把它拉长一点来看的话 你看他整理很久 他今年高价除了在年初 但一路就整理了 但是你看最近 如果说这样划颈线 大家就很清楚 这就一个W底了 然后突破一个颈线 而且你看大盆 现在这一次的攻击 他十字线也没破 代表他是一个相对强势的个物 所以他在这边手稳之后 盘是再直稳下去 他当然攻击几率就会比较大 了解 然后加上他的一个基本面来讲 因为他机壳 他切入了AI157 又切入工业电脑 散热还有磁碟震裂 只机壳他都有做 所以营收开始出现成长 好所以机壳跟散热 刚做的啦 然后母鸡看成名店 接下来都可以值得注意 来最后一组看谁呢 好最后的话我认为是 散除型面板型封装 因为其实在最近这几个月很强是谁 矽光子 对 对不对我们从8月底 16号开始跟大家介绍矽光子 真的好强 强了两个多月 但是我认为要接棒 之前在矽光子之前强的是谁 其实是他 其实是山主席面板型封装 好我知道为什么母鸡看尤维科 因为他有创高 来看一下尤维科 没错 因为他第三季获利有票 你看他上礼拜还有出现涨停 他有往上攻击 他还没到前高啦 但是他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已经先行去做攻击 今天跌停 可是今天又跌了 伤不伤 我觉得不会伤 没量啊 杀下来就没什么量 我觉得还好 但是当然啦 这个颈线是不要跌破是比较好的 这颈线是一定要特别去做留意的 但是我为什么会选择一组 是因为他们股价都整理了很久 对我刚才讲嘛 前面这两个月最强是矽光子 对 因为矽光子也是因为 COAS先进风光的关系 开始去做攻击 然后他们已经 他们已经休息了两三个月 先休息过了 对休息了三个月 然后尤维科先攻击 他先涨停 如果他先表态了 来接下来小鸡选一只 你会选谁 因为尤维科设备 对所以设备是这两档 那下面这四档叫做玻璃基板 玻璃基板 玻璃基板来讲的话 我认为啦 现阶段现行最好就是银帽 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银帽 好我们来看银帽 银帽来讲的话 之前也有涨过一波 但是最近都回撤 如果说真的还要再看 可以再多看一个4956光宏 来看一下光宏 因为他回到了季县附近 有没有你看他创高 他拉高这里被处置 你看这都没亮 是他被处置 处置完之后刚好崩盘嘛 一路回撤 但是来到月线 在季县这附近 开始也在做一个震荡打底 那如果说这边再出现一个 红黑棒去做攻击的话 原则上他就有机会再攻击前高 所以呢这些整理过的个股 我觉得同志朋友是可以特别来做留意的 了解 谢谢建峰 请先回座了 这建峰的整理 谁能够成为下一波的主流 找一些母鸡带小鸡的概念 提供给你做参考了 好 接下来谈谈 刚刚都说了美股四大指数当中 现在肺半最弱 跟台股的影响也最大 那肺半接下来 有没有机会反弹 尤其鲍尔上个礼拜的讲话 比较偏英喔 美国股市有没有机会上去 美元最近好多人在讨论 这定存能不能继续存 美元 美股 美债 等一下期展告诉你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我们下期再见